为什么周董2000年写的可爱女人 放在现在都是经久不衰呢 你看如果说普通人去弹的话呢 伴奏可能就是这样的 听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周董怎么用的 哇 这个和弦有种增和弦的概念 听起来真的有种宇宙的感觉 对不对 是吧我好景点想要和你 融化在一起 融化在银河里 我每天每天每天 在想想想想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个唱了比弹好的 刚强师小慧 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经久不衰 是因为它的和声中的 用的非常细节 太贴近了 包括这首歌曲的节奏律动 都给人一种轻松愉快 或者说真的有一种 可爱 可爱女人的感觉 懂的都懂 这首歌真的有一种很强的使命力 那我们弹上应该怎么去表达这种感觉呢 想学啊你 我教你啊 好 为了让初学者也能学得会 我们先讲最简单的一种伴奏方式 还是原版和声 它的走向请大家发一下弹幕上面 好吧 134734325 再来一遍 134734325 这是我左手弹的这些音 右手呢 我把手指收起来 你们看 这样谈是不是很简单 高潮部分的和弦更简单 左手是1645 你看 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 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 化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 后面还是重复 这场谈是不是真的很简单 学会的没有666嘛 虽然这场谈简单 但是听起来有点单调 想不想知道如何去丰富一下伴奏 让伴奏听起来更有feu 知道吗 来吧 一定要把自己想成是鼓手 鼓手怎么打鼓 你看我弹的还是一级和弦 135 还是三级和弦 你看和弦没变 只是在里面带入一点鼓手 我弹的还是刚刚那些音音都没有做任何的变化 我只是加入一个节奏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把整个律动的加到这个歌曲里面去 才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交了你也没学的会 就是是不是我讲的 感觉 感觉 老师你这个东西会怎么能做得到呢 我感觉我听是听懂的 但是我谈不出你这个味道 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 可以代码上扣一个1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可能是内心没有节奏感 或者说我们没有经过基础的这个执法的练习 可能是钢琴基础的问题 或者说大部分的情况当然也是节奏的问题 内心没有那个东西 所以说还是需要从基础开始去学习 系统学习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我在上一次视频当中 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 老师每次就只教一些基础的 就不教我一些丰富的 我教了就是你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所以真的是要从基础开始 不是我不教 我教了你不一定错得到主要是 如果说你有了这个节奏的基础 你可能就能够把刚刚这个Fu弹出来 所以不妨来跟我约约课 好吧 那接下来我就完整的 按照刚刚讲的这个律动融入进去 给大家谈一遍 给大家参考 想要和你飞到雨就去 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 融化在银河里 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 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 相信命运感知的 经历的让我碰到你 漂亮的让我迷惑的可爱女人 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 乱乱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 漂亮的让我迷惑的可爱女人 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温柔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 乱乱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 乱乱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 时间这样到了我 我只是只小小小的马蜜 但我要尽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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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你 我只是尽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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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